好 那我们等一下的话会用一个叫slido的软件 那所以等一下会请各位伙伴 你可以少拿那个QR Code 上来那个会议室 那如果你有想要提问什么样的问题 就直接在那个会议室里面提出问题 如果你对我那个题目你也想要了解 你就那是按赞 然后最后我们看那个荧幕的排名的数字就依序回答 那是我们先掌握我们的这本会议室里面 大家都知道说slido其实是每次我来这边主要录动的方法 我们可能也有很多人已经知道规则了 就是按赞分享留言 没有小铃铛 但是无论就是这个票数越高的 我们会越前进来 然后会双半人跟我来回答 那如果刚才听了他们的分享 有一些在休息时间讨论到会想到的问题 现在也想问了 那也就没有问题 而且我也会帮你来问他 会发动 那如果是比较不方便打资 或者是没有按赞的朋友 或者拉票失败的朋友的话 那随时都可以举手 这边有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所以就是很多人可以一起拿麦克风唱所预言 所以如果有人举手拿麦克风的话 他优先顺序是高过 slider上面不敢计票 那以上请这边的时间公点结果大家OK吗 OK我们就这个进口调合我们的同类处 不知道我们的主持人 OK好来 那各位知道游戏会论了吗 知道了吗 那正委是会议一下 好 目前上面定位的没有 对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大家现在要想一想到底要有什么问题 那正委过去就是因为其实 本来这场会是在疫情前 我们就安排 但是没想到疫情就一直延连到这个时间点 因为正委对于在整个中央政府在谈社会创新的 这个部分的业务主要是正委这边在做 做协助跟做一些的指导 那过去来讲 他对台中市的社会创新时间 过去每一期大概都会来一次 对 那所以我们中间中央很快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今天有一些是进驻的四川伙伴 你也可以除了今天谈的主议题之外 社会创新议题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询问的部分 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些跟正委 然后刚刚正委也在讲 题目如果跟两位有关呢 正委会把题目丢给你们 然后你们就必须要做回家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整天的这个研讨会的这个模式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其他一些的想法 跟一些议题想询问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那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吗 怎么目前为止 其实连不上 没有啊你看真的 好 好 那就开始有题目可以回答了 好 那那我就 我会先稍微讲一讲 这几点会抽到的 如果可以的话 那有问的是说 目前疫情的关系 你对未来的AI的发展 或者什么样的影响 大概就是证明下一个阶段 对于AI的维化是什么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可能要先回答这个 AI对我来讲是什么意思 对我来讲 AI就是所谓的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这个左上角这两个字 它是辅助式的智慧 也就是说 它不是用来取代任何一个人 而是让人跟人之间 就更容易彼此了解 那我常常用一个辅助科技 就是辅助科技 当作例子就是我的眼镜 我的眼镜它 不是取代我的眼镜用的 不会有人说眼镜 只要取代眼镜 但是眼镜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 它是以我的最佳的影音 就是想要看得更好 我的影音 它不是我看一看大家 突然就冒出一个代板广告 二十秒钟才关掉 那个就是一广告 心里怎么最上第一位的影音 这个是我们叫aligned 就是它是价值中的 是对切的 然后另外就是他accountable 就是眼镜如果有一些bias 就是它开始 就是 就是糊糊的或者是开始有点歪斜 等等 那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很容易自己修复它 我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修复它 像我那家眼镜行 也可以修好它 我们不需要去等十年的时间 去逆向工程 这个眼镜到底光学的参数是什么 我们也不需要付几千万的这个授权费 才能够不要被告等等 就是说它的每一个元件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它是accountable 就是给得出交代的 所以只要是价值中的符合 而且给得出交代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我觉得我们工户们 尤其大家拿出以前 应该把时间跟力气全部都花在这种assist的部分 那当然有所谓的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所谓的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权力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 那这个呢很多都是早期 像人工叫图灵的人 是创立我们咨询科学的这个学门的人 那他又想到一个叫图灵测验 就是说一个人工智慧应该要能够外表上面 以及回应上面都让人分不出来 他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机器人 那能够通过了就叫做人工智慧 是人工智慧最早最早的一个想象 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创作都不是一个感官在家里可以做得出来的 绝大部分的社会好的创作都是一群人即死网易 是在大家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集体智慧 connective intelligence连线的智慧当中发生的 所以我们如果去有一些autonomous intelligence 就是把一个一个一个人 大概换句话 人跟人之间的联系 换成人跟机器 或机器跟机器之间联系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不想贡献了 因为我不知道贡献到对面到底是人 还是是什么别的对话机器人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丧失整个社会一起创作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的概念就是所谓 digital plurality 就是说每个人不管要做什么 就像这个眼镜一样 那AI它很容易解释 那结果它坏掉了 或者是对你的就是人生不利的话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去纠正它 那你在疫情期间 大家可能都有看过这个app 那这个其实严格来讲不是app 它是叫做api 就是每30秒钟 每个药局把它及时的口罩的存量 透过分散式账本的方法公开出来 让超过100个不同工作工具的人都可以去接取 那这里面就有照顾可能年长者的 而外的对话机器人 或者甚至如果是眼睛真的很牢花的 已经都看不到了 也有voice assistant 就是像CV或Google voice 你可以用语音问它口罩在哪里 它就告诉你要去拿 当然也有吴隆石的笔图等等 那但是这些的做法都不是集中权力 相反的它是放下权力 因为不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即时的状况 而且可以及时指出我们的错误 就像刚刚讲到眼镜有弯鞋 有bias的时候 因为这个open data 我们看到了跟大家看到了相同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做开放截图 open street map的这个社群 它分析了这个即时的工区量 它发现我们自己在台北关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面 感觉良好的以为说我们人口的分布 跟药局口罩的分布刚好完全重合 我们自己很高兴 就是每一个人他里附近的口罩 平均这个距离是相等的 而且是非常公平 我们当时觉得很公平 但是当时飘用截图社群就来集训 他们透过高黄涵委员来集训这个 金属性费管束 基本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台指向机 所以在地图上面距离相同 不表示你要花的时间相同 同样地图上的距离 你在大都市里搭捷运可能20分钟 但是你在偏向一个能光等公车就 一个小时过去 你到时候料酒已经关门了 所以乍看这些公平的东西一点都不公平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说中央去 好像每季公布一次爆料 我们是每30秒公布一次爆料 所以在这里就没有任何公务员需要 就是担负这个风险 因为大家先看到公务员先看到 所以他们也不是只抗议员 他们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这个做法 那包含口罩的预购啊等等 所以当时这个陈部长也完全没有说 我们本来做法有什么值得防御的地方 他直接说什么 他说委员叫叫我们吗 对不对 所以隔天24小时之内 我们就切换到更好的配送的方式 那然后国庄十年之二点零三点零 就上路了 大家要欢迎同流便利商店等等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大家要共同的价值 价值相同的LINE 而且很容易解释 accountable 所以这个的结果就是 所有在这些偏向这些偏远的地方 受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错误的想法 不利的影响的人 他不是只是抗议 他立刻给你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 那这种所谓co-create 就是共创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 绝大部分的 不管是我们的公共政策 或者是我们的公共建设等等 希望就是要focus在这个上面 希望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想问两位仗带有没有要顾忠的 我这边的题目 其实我刚刚讲的比较一篇 那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有一个方案卖的 特别的号 在SPA号里面 就是零接触 包含我们从智慧门所 自动开门以后进去 然后回家以后 就是那时候 因为塑胶面板是什么的 开关它其实 细菌会在上面存抑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一回去就自动开灯 然后开到厕所灯 让你先洗手以后 自动洗手以后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类似这种零接触的一些解决方案 其实我们在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商品存在 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 好 好 我刚才在 领导的时候 也有提到 我觉得王振伟的观念 跟王振伟 这一次 AI就是在协助人类的部分 让你学习得更好 那也可以避待一些危险 好 那你的练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过得更快速的一个进展 那他并不是因为我来取代人类 这位他取的例子非常棒 这是你的眼镜 不是拿来取代你的眼睛的 是来协助你的眼睛 能够执行它更好的功能 这一点我非常地想 谢谢 好 那没有数位耐克的朋友都已经没有 好 好 那看大家如果没有要取消 所以我那我们就往下一屏 很 最后的问题之中的主持人 都会被偏远谎 这样子 但我们除了 注意资高票之外 没有说 别的 别的东西 有一个四位朋友 我想要知道说 很高兴奥的唐生涯 跟李庆儿为主张的分享 甚至我们觉得社会 符列政策跟思考的实力 像是必收入 不得资格的成分 或者儿少保护等等 政府未来可以利用AI 做哪些创新 或者是革新 那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如果要 要知道说 我们有哪些 已经落地了 而且是透过社会创新 一起来的 就可以到 总统培内科 这个网站里面 那它有 第一年的卓越团队的资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在去年 可以说是 禁令永续 可以说是大获全上 基本上五个 全部都是在座 环境的题目 那但是再往前面 就有很多 刚刚这些朋友 提到的 关于社服的 像初询队 有哪些朋友们 不管是独居 或者旁边支持系统不够好 但是呢 他们就是去分析说 这个内政部的社会经济 资料不够好 有哪些朋友们 他目前就是 不管是独居 或者旁边支持系统不够好 或他的土壤 低化 淹水浅室等等 让他有很高的诱营 来这个 理解政府的这些资讯 那可能之前没有人主动 去关怀他 所以他的概念不是说 他取代人跟人的接触 绝对不是说 我们分析完之后 送一封信 或者是留个案讯息 不是这样子 还是专业的社工 专业的辅导人 去他当面 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数 有限 时间也有限 所以与其说家长的时候 就是先花一长段时间 去理解实际的状况 不如就是他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有一个 类似仪表板 就是已经去分析出 比较可能 就是适合他的部分是哪些 所以这个在长照也是一样的 长照内个管 他个管他只有有限的时间 能够了解一个 个案的情况 那但是他那个时间 如果是花在查资料上 他每查资料一秒钟 他就少 实际的那个个案 误动一秒钟 所以我们应该是去 节省他们取得资料这个时间 然后最大化 他们跟其他人沟通 跟实际个案沟通的时间 所以就是所谓的 help the helper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们是帮助这些帮助人的人 而不是跳过这些帮助人的人 去帮助人 那不管是银码偏使或者是这个出巡队 就是去呃就是长照这个就是做安宁的 奉享安宁资源等 或者是说双北市跟卫福保住司 那去做这个就是关于资料品质的清点清点完之后 因为很多人是住双北的某一个地方 但是工作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他们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 然后同样的就是去让他家房的时候 有一个类似这个风险没拿dashboard等等的方式 那法服这一边是了解说 就像这个其实就很像刚刚混到地图 就是他有一个需求热区 那我们本来以为说地图上面直线距离近的 其实对他其实由其他公共运输的人来讲 那是非常远的 因此就不会去使用法律辅助的资源 所以他们就重新配置了 包含行动巡回车啊 这个巡回蹲点啊等等这个方式 那他们也扩散到各种不同的 就是现实政府去使用 所以以上大概只是一些其他的概念啊 我想很多人都会用类似的 包括很多事情 但是我想这些用法都在在告诉我们说 不是跳过助人者去助人 而是帮助这些助人者 最大发展可以跟实际的人相处的时间 跟这个相处的品质这样子 不想得两位下面要讲 对 我去年有做过一个案例 我其实一定要很深刻 就是有工智慧去协助 适当的一次的生活 我们有跟第一基金会合作 那他们因为想要让那些智慧家里的装置 变成智慧 因为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比如说他们的管账或什么 他们是可以去申请 对 那因为他们相对我们正常来说 他们要开个灯 关个灯 或者要播放音乐的话 他们其实要走段路或什么 虽然他们很熟悉 但是如果他们的场地里面有其他的干扰 如果有其他人的话 他们就很容易会接到或什么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用Google的援助 去协助搭配我们的智慧家庭系统 然后他们可以开灯关 或者去用智慧音箱去播放音乐 然后让他们在执行 他们的按摩的失业的时候 会变得更方便这样子 所以这就能够智慧 对于智慧家庭系统 这样的方式也许 因为在座各位有些是我们讲的 社会创新的这个组织 或是你曾经想要做这个事情 刚刚那个佑璇那边提到这个模式 也许是未来我们团队成员 可以去思考 用新的科学去面对你的那个社会问题 因为我刚刚讲 智慧家庭系统就是智慧扶去的这个模式 那他就改变了这个老年人 或是身心障碍的人 他可以用这些新的工具去做福 可能也许各位都没有曾经去想过 可是这样的模式确实是一种 可行的一个方式的工具 确实 那有一个比较算是哲学问题 问说 是不是人在学习赶不上AI 就没有办法好好把AI当工具使用 而会被AI取代呢 那从这个命题下来 就是怎么样减少所谓的数位落差 不过我刚刚的那个例论基本上就是说 AI并不是取代整个人 它是取代你的工作里面 你做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很像机器的那小部分而已 那大部分的工作并不是全部都好像工具 一样的部分 总是有一些需要你自己的价值做判断 需要你的生命的经验的真相 需要你跟人沟通倾听等等这些能力 那这些面对人的部分 基本上没有人想要被AI取代 也不会被AI取代 那如果有人硬要把这个部分用AI取代 以台湾的社会气氛是不接受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但是某些部分 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 这几个公文件各众的团队 他们都是在看这些社工 这些助人者 他自己要做很多重复的事情 他想要把这个重复的事情把它剪划掉 但那个需求是这个助人者自己提出来的 所以你说学习赶不上AI 但是不是好像你要跟摩托车 赛访那样子去赶上 而是你只是要学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去检视自己的工作里面 有哪些结构简单 任何人来做 如果你找一个助手来 他都只有品质跟速度的差别 的这些工项 但只要能够找出这些工项 这个就是要体验设计 或如果是做这个社服 可能只要叫植入流程在设计 就是直在 就是去 因为AI是就是有某种 特殊身心状态的帮助 帮助者 所以你要把这些分出来的时候 你要透过某些格式的转换 告诉AI说 好那这个结构简单 这一部分 你看我做 看个半年一年 那你学会了 这一部分就给你做 可是哪些部分交给AI 这个还是我们提需求的人 自己来提的 不可能是完全不了解你的 领域 Domain的人 从外面就直接说 那你某个工项拿出去 这个通常都会造成灾难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 想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只要有这种 检视自己植物流程 找出 比较那种最可重复化的 这种能力就好了 并不是说你立刻明天就要去 学Python 如果不会学Python的话 就会被两个Python取代 没有这种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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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 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人类可以开始思考更 更大更高更远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你在没有汽车的时候 你只能用走路最多跑步 所以你的眼界 只能看得到跑步的速度 当你有一台法拉利 你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只集中在一个点 这就是开破了你原本 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 一种境界 我觉得AI就是在协助我们的类这一块 它如果能够避开我们一些 不以上的一些极限 那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一些更高 你原本想不到的东西 你可以开始去思考 或者说你原本没有办法去创造的东西 你干脆丢开那些包袱 让AI来执行这些事情 那也许我们更能往意识的更高层 或者是说往眼界的更远的地方 去思考一些以前你不曾想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像Steve Jobs以前说 电脑就是心灵的脚踏车 意思是那个龙头还是在你手里 那这个从来那来讲 可能AI就是电动脚踏车 烧菜一点 但是那个龙头还是在你手里 这部分我写的是 这部分我写的是 或许是倒过来看 就是我们在教用户去使用智慧音箱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 就是 它其实它的NLTNLU的技术 并不是到这么聪明 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大家讲话 要有特定的文章 对 那其实 我都跟用户怎么说 就是你就把它当成卑鄙再去学 其实我们不是说AI要超有机 其实AI现在还是有服务 但是 如果你要跟它共存的话 其实你要把它像背景一样呵护 那它就可以帮你 反过来帮你很多的嘛 对不对 所以 我的看法比较反过来 第一次很了解 类似那个 他去托诊和家庭小精灵 了解 那个 刚刚正文在讲就是 你们如果希望被早一点混到的时候 就拉掉 紧接帮你按赞 那就可以到了前面去 这就是斯坦德尔的NLTNLU的好处 所以你可以叫朋友 工作按赞 我们会优秀为他 你们的文章 欢迎多安赞 欢迎多安赞 那有两位朋友问说 疫情跟远区工作的发展 离区教区很新人 但是有很多不足 而且还有警察好可见 值得很多不足 那请问公公们 对于离区教区的疫情 有没有什么未来性能测 那如果有的话 预估什么时候会发生吗 因我的理解 其实在很多工作的领域 尤其是如果他线上 比起面对面 他的沟通反而更有效率的这些领域 像我自己的城市 我的设计 视觉设计等等 这些作曲等等这些领域 那其实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可以有一阵子 在头上只剩两分情 的时候 只有现场才是三分情 没有地方没有三分情 对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那些工作者 都已经到达一个 可能就算上 进办公室也是 一个礼拜七一次办公室 这种程度 我自己从 我刚才16年加入内阁 我每周就只有礼拜一跟礼拜四 会进院的部 那其他的时间 大概都是在环岛 或者环游世界等等 但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 都算上班 那就是因为 我们在院里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 直系系统 电子公文等等 但是我就发现说 其实跟那个办公室的主导者 是非常有关系 所以如果那个长官 就是一定要看直的 那底下大家 不管什么电子公文 这种还是会演出来 或者如果那个长官 就坚持要看到人 然后这个的话 但他不下单 没有人敢下单 这个也是事实吧 那但是因为疫情 分唱分流的关系 所以之前好像都 就是稍微有点松动 但是发现说 有些事情好像不一定要 大家都实际的 就是聚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居住的地方 的那个选择 就打开了 那我想 对大部分人来讲 现在二地居 还是比较容易 比你完全就是到交局 而且逗过来城市 来讲 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很大的原因 大概就是 就是长辈的 就是照顾 包含这个成长的部分 以及小孩的学习 包含数位学习的部分 那我想在疫情期间 大家对于像 虚拟健保卡 这种线上 特别是经理资商 那些包含一些照顾的部分 不能说是非常熟练 可能至少知道 这个不可怕 就是你透过一个镜头 开健保快乐痛 刷QR code 等于刷健保卡 现在大家开始觉得说 没有那么可怕 实验制都扫了这个 扫掉到底 不是什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明年九月 确实也就会退出 所谓 慢慢有网路 生生动频繁 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特别是 对于 有偏向的小孩 那他们是 不分年纸 情况是每人都文章 而且如果是 你愿意加入 所谓实验计划的话 那那个频繁 是可以带回家的 那当然如果在座的家长 马上就都问说 那他给我上 就是很奇怪的网站 要怎么办 那但是这个我们是有MBM 就是这个是可以 可以就是 烧雷就是约束的 那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 突破的约束 那我们就多了一个 自然高手 白帽骇客养生 就是说 我们确实是 在就是照顾 就是特别的 包含与俱疗的部分 那以及学习的部分 我想这个是 真理责物康代 那这两个如果解决了的话 他二地区旺郊区的领终 可能就会更松一点 不想这两位 存在那个 分享和经验 我觉得既然 谈到这个远距 那就是利用 时空跟 时间跟空间的东西 来承担这个 障碍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有 有一个很远大的 有策略性的做法 那你只要能够想象出 能够节省时间跟空间的 一个做法 好像刚才天乡的这种做事 或者是说学习 教育方面 我觉得配合这样的目标 跟这样子的策略 它应该会带来 蛮好的一个部分 好 好 我们就再往下调 公表运到几个 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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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8多问题 应该可以回答到 哈哈哈 有三朋友们问说 像称为客服机器人 如果放进社会机构的应用 当然可能帮助许多层面 但是没有造成一定程度的翻弹 那这对这种可能性 三位有什么想法 呃 我们在疫情期间 不管是疫苗预约的 这个平台1922 会发简讯给大家 大家可能都说过 可能他有说到乱吗 真的很抱歉 那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提讯时间是 大家扫给1922 那他后面都有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就是说 虽然这个简讯是文字讯息 但你随时只要按下过号键 就有一个真人 会开始跟你讲话 就是打给1922的那个翻线 他不是只是为了找诈骗 就是解码 别人不能冒充 也是让那些 比较安静的感觉 就是这一行字 我如果看不懂的话 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个人 就算我讲诗话 或者我手机直接回国 那那个人都可以 直接来倾听我的想法 那我去跟 所以让很多人说 哎 那你就22啊 这个任何人挺建议啊 如果朋友到你的话 明天就变成这样子啊 那他们都说 你们用了很棒的 这个NLP啊 这个VoiceMail啊 什么什么技术 我说不是 就是call center 就是一群人 坐在那边接电话 那人数真的不足 像去年两百多万通嘛 那我记得好像慈激嘛 一些社会部门的朋友 都有进来帮忙 那所以这些都是 循迹在灾害的 第一线的现场 或者他去专业受 这种助人者的训练的call center的朋友 所以大家打去的时候 基本上 如果有 不能唱作音乐的部分 他还会很主动的 请你来唱作音乐 那这个引导式的 或者是我们说 facilitator的这种做法 其实现在很少 选法可以做得到 而且说明会不会错译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不能够用简讯 或者互动式的选法 但是随时要有一个错的 hand off 就是我跟这个机器人一聊 一发现说 我超过他的想像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按一个键 就碰得到人 那我觉得这是大家 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看两位有没有 等一下分享 好 这个我刚才也有解释过 客服机器人 因为我也是做这个 那 它那个很大的作用就是 它可以把你过滤 或者是说 刚才举的 一直在灾害发生的同时 你可以想像 如果100个人 同时打119 那119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针对这样子的 机器人 我们可以设计成 任务型的机器人 也就是说 它可以快速的 take你的information 就是把你的 资讯先全部记下来 然后透过分配 AI最厉害的就是 分配个演算 那它可以快速的 把资源分配到 最有需要的地方去 那所以我觉得 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那当然刚才讲的 但是真人的服务也是非常重要 你就是被困在地底下三天了 你需要有人跟你讲话 这时候可能 不要机器人跟你讲话 那是完全问题 你赶快按旁边的扭 要跟真人的沟通 所以大概是分成这两个 实际上 因为我现在有限界之后 我那时候刚好 导致那个智能科学 然后 虽然导的过程很辛苦 我们 也要产生很多的 问题聚会的机器人 但是实际上实际的效果 其实还不错 大概有6到7成 其实我们也是 也是 转接到人那边 但是它可以 直接挡掉6到7成的更多 那确实到 我们的部门本来从 客户从 从40体外有 我少知道大概 5%到10%的 这样子 就是实际值这样的 那有些人其实就是 打一刻 不太实际上可以聊天 那我们就是 那女妈真的 必须特别处近这样子 是 所以就是聊天的需求是真的 只是跟人聊天 是一种需求 他只是想要知道 下一期账单 到底要无法 是另外一种需求 对 后面那种是按几个键 我也没有很想要跟人讲 但是前面的就是 随时能够跟人讲 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 是 好 如果没有要追问 我们的时候 有些题目 如果各位觉得 还想要追问的时候 各位也可以 取手 就是原有的人 那些例子 想要再继续对问的时候 也可以做 是这样的方法 下去做 好 好 可以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送的十连简讯 在过去二十八天被哪些 现实编号集的医疗员 因为什么原因看的 那你只要上来什么 你就可以直接反常 这个是跟你 在健康存置的 会议统里面 可以知道你的 就是中医师 西医师跟牙医师 最近给你开的诊断 去请了多少健保点数 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双向负责 双向给交代的 这样一个行为 那我们也这边 我会讲说 那我们目前已经删除了 二十八亿则的简讯 因为二十八天之后 就会删掉 那实际上 被各县市政府调阅的 只有其中 非常小部分 就是比每天 传的这个 则是一千四百万 只要还要少的 这个部分 就是实际也不用再低调 就是缩短医疗 从二十四小时 缩到可能 二十分钟左右的 时间的这些部分 那为什么要 有这个 就是因为大家 如果不是能够 反向的去监督的话 那我们不管 同步的话 在国的保证 其实都没有用 因为大家相信的是 参与的部分 就是关于神的事情 就要神的参与 那这个从 有健保卡开始 其实就二零三年开始 就已经是我们 数位服务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刷的健保卡 不是只有你刷 对面那个医师机构 那个护理人员 那个医生也刷 而且如果你 某个transaction 出了问题 那你的资料外 一些被诈骗 茂零点数 你一定抓得到 是哪一个机构 那一个人 为了什么理由 去刷你的健保卡 那在这个就是 它可以反向回 所有对中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台湾 一个很重要的 norm 就是一个社会违反 那像当时 有一个法官 叫张燕森 他投书联合报 说这个他收到一个搜索票 说有一个警察 他要非常努力的去追一个 跨国诈骗 电信诈骗案 那他透过什么通讯监查 收到那个嫌疑犯的解决 但他不知道那时 无码到底对应到什么地方 那他就去问官帽 官帽当然不讲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 是所谓分散式的 就是每一个单独的 好像是他的电信商 跟官帽分别拥有哪些代码 以及代码是哪些位置 但你除非要这两个拼在一起 不然的话 你完全这都是没有意义 你也不知道他去过哪里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搜索票 那当然同学生没有钱 他就驳回这个搜索票 不让这个远景 能够拿到他的足迹 但是他就公开的所谓吹哨 他就说 那如果 在他管钱了搜索票的话 那我们简讯十年 上面写的那一句 本次简讯十年 警工防疫目的使用 不是白显 我们当时已经说到 警工防疫目的使用 那你现在拿去做犯罪侦查使用 那当然这个刑警都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大概通常 最后他们的想法是说 法务部里面要给一个很明确的解释 那时候我们很快就和法务部开会 那这位中心 法治组织法务部 也给了一个函事 说 通讯监察那边 六个月才删掉 那这边二十八天就要删掉 通讯监察那边讲的是私人通讯 减讯十年是 难道你是认识一条人 在跟他聊天吗 当然不是啊 这个比较像一个便利 贴上去没有人 看二十八天就自自掉了 所以可见这个通讯 跟这个实验 安全不相干 那所以这边的这个通讯监察 根本不应该捧 1922这边的资料 这个电信上 如果不给这个调查局或者刑警 这个完全是OK的 一点都没有犯法等等 那台湾是 就像刚刚讲到 这个就是目的之外的利用 不能够事后用这个是犯罪政法 来盖过去 一开始说不能这样的用 就是不能够这样的用 那这个跟旁边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新加坡他们通过了一个修法 说只要是什么 忘记十年以上 还七年以上的重罪 就可以用一条资料 那或者在韩国是说 反过来你那边要跟刑警调刺的 就是记录在他们那边 他们是反嫂 不像我们是正嫂 那但是 我们都完全没有使用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边概念上面 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 如果当初的收集有某个目的 你觉得那个目的是合一的 但你因为这个目的交出资料 那这个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交出之后 不是就没你的事了 你要去问说 那这个后来怎么样 有没有删除 按照合资法不可服 后期的要求一份赋本 要求删除 等等的这些权利 那是可以去行使的 大家如果知道说 你在电商这个订了东西 送过来有留日期吗 不管七天还是十天 那你会想要退货 那电商如果送来的时候 包括上面写一行小字说这个 你抛弃由于其次期限 然后没有负理由的话 大家都知道可以去报消保管 大家都知道最后公平会 甚至会介入 那我们对于各自 不管是公务机关 还是非公务机关 也有相同的这种权利 所以我会觉得就像健保管一通 或者是就像我们sms 一九二二一样 就是大家如果去要求给你的交代 就是as for accountability 那人家给得出来 那再给出相当程度的信任 那如果要求人交代 人家给不出来 那本来你也不需要 再去付出太多的信任 那我想这个是放出四海人解准 并不是特别去整对台北通 台北通其实也算是一个电信 对不对 我们这边删除笔数上面写 对不对 就是因为很多人用漫游的门号 它是国外的手机 那这样他扫一九二二十 所以我有说那如果你真的 用漫游门号的话 那你不妨去使用 但是那个各自然自然 都没有部分 我们自己会去做一些检查 但是每一个人自己各自的圈摇 还是要追剧行使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在讲的时候 其实也有讲到 智慧是最后失败的原因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就是那个privacy的医学 那其实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在做智慧价值这类的产品 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说 有用户说 说为什么同样是搜集资料 你就不给小米搜集 但是Google搜集没关系 其实刚刚正文有讲一个 就是你对于资料的正直 那些事情 你有没有去乱用 那入场其实都有潜力 不能乱用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够正直的厂商 让用户去信任的话 可以做到这些 或者你在你的UI的设计里面 你有些东西是 可以让它可以删除或什么的 其实你有用心去做的话 用户 慢慢的是会相信你的 我愿意泄露一些资料原因 那AI其实就是这样 你泄露越多资料 我就可以帮你回去的缘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 不是 就做不了任何事 其实不是这样 对 我觉得资安是最基本的而已 但是你可以资安非常安全 但是各自然是都还用 这两个是不同层面的东西 资安是底层的东西 但各自是应用层的部分 所以我不是觉得说 应用层的部分 其实我蛮同意刚刚的讲法 就是说 如果你在使用者界面上面 很明确的给出 像欧盟GDPR 就是你的告知 副本 删除 更动 遗忘等等 全部都有一个很明确的 一键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这样子 反而就是你比较信任它 对 那如果他就是 每一个都说 那我要 很工省合啊 60天之后再来回应 什么之类的 那你相信一次 可能不会相信第二次 所以其实就是 这样这样子的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麻烦 但是等到他 变成一个习惯之后 我觉得 信任不是单点的事情 它是一个长期的关心嘛 我想 任何人他 愿意告诉他的医师 他的会计师 他的律师 他的随便谁 这个多一点关于个人的资料 当然也是想要更好的服务 但那都是建立在说 相信他是一个正职的人 而且如果他冒领 建毛费的话 我再尽量从这 可以自己看得到 这两个就是 常规上 跟技术上的保护上 这样 好 大家如果没有要追过 我们就继续了 好 基本上 我们刚刚讲的大概都是 这几件事情 就是他是辅助人 跟人是物为搭配 那不是把人怎么取代 他是所有关于他的事情 那就有关于他的人都可以参与 不是 其他人的事情 特别人的 就是说 就是说我如果给你交代 给你一些资料 你有给我交代 那这个资料怎么样 是用 所谓双面交代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那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就是 发展这些的方向 那在这里面 当然就可以分很多很多的 细的层面来谈 那科技库之前 花了很多时间 跟一些人们修理的学生 去做AI相关的伦理 然后还有关于 资料治理的这些事情 那资料治理 大家如果有装进 网络一通的话 其实已经有很多可以参加了 不是只是填问卷 去年也有就是 你如果口罩两个礼拜 没有领配合 你存了七片还是九片下来 那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说 那我把这个我没有去领的额度 要不要交给外交部 去捐给其他人 所谓的互交民主世界 那这个时候 你还可以决定 你要匿名的 还是你要聚名 聚名的话 健保署就会压一方 好像很一样的东西 把你放在这个荣誉港上面 那我们一下子 就用到七百万片口罩 那这个是有点类似 什么善的循环 所以今年就 人家给回来很多东西 包含疫苗在内 但是不会如何 就是说到这种 就是governance 这种治理 它是累积在大家 绝对参与很容易 参与很方便的这个习惯上面 那这个确实 疫情这一次帮了蛮大的忙 就是在疫情前 结果快一通 可能十个人里面 都没有一个人经常用 但现在基本上 三个人就有一个人装 快要两个人有一个人装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 那当然 Fear,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cy 就是公平的 给得出招待的 而且透明的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 发展的方向 那未来的话 大概简单的来讲 就是Comprehensive AI Services 应该是我们未来AI 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CIS 那CIS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AI看成是什么 看成是火焰 那火焰 其实也是当年这个文明 很重要的发明 虽然当时我就是不在场 但是据说很重要 那以致用火的时候 就是我们本来是靠自己身体 主义的消化的部分 我们别人可以批次主义 可以自烟取一堆东西 那东西可以放很久 然后呢 也让现代的文明可以形成 但是火焰反过来 也有它的危险性嘛 就整个城市被火焰 所以会得撞栗子 那所以我们现代人 是怎么样面对火焰的危险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从小交起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佳生客 大家都被叫小孩 火焰的危险性 以及怎么样 我们人煮出好吃的东西 以及分享你的食物 那但是我们的住宅 我们的建筑物等等 那不但有防火的标准 认证消防检查 长隧道要人实际去放好看 能不能逃生等等 就是整个社会 对于火焰的有伦理的使用 已经不但有一个常规 而且是每一个工程师 在实际去施做之前 对消防安全 都有非常完整的训练在那边 所以同样的 comprehensive AI Service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四处都用得到AI 任何时候都用到AI 算力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分散 那不是说资料 一定要集中做分散 大家手机 都可以做这样做AI的事情 但是当大家都在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能够做哪些服务的过程里面 就像插庞的使用火焰一样 要怎么样子用一次促进的基础 怎么样好的建筑材料 确保说大家 不会不小心烧掉整栋房子 或整个社区 那这个就是comprehensive AI Service 要做到的事情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些论文 我不确定哪些有状态 但如果拿这个当做 关键词去找的话 他们可以找到一些 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这样 那两位再看看 補充 因为你讲的是比较仔细 就是希望说 为了政府在AI 应用在这个 市民的生活上面 比如交通 健康 教育 这边我觉得会 会让一般的民众更有难 当然 就是其实交通健康教育 这个就是 我们 先把这9条文言 说是国家的义务的事情 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 没有享受到公断的服务 那就是国家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当然是这五旁白 那另外就是说 在环境的影响的评估上面 特别是未来几年怎么样 自动去追踪 看海放跟其他的温室气体开放 那这一方面也是 像刚刚看到总统北黑客松去年 全部都在做这个例子 就是因为如果你完全用人手中去 其实是没有算到那种 就是完整的碳足迹跟碳台下 那这部分确实有些机器学习 现在是蛮有防处的 那我们就继续 那等一下 可能现在周一时 我们在台上讲话 所以 等一下也可以有一点点互动 跟有一点表情 都跟表情 只是在考上 对对对 像现在这样可以轻松一点点 对对对 好 那对对对 另外再来问 请问一下政府 目前有透过哪些方式 来分享AI创新发展的人才 那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未来会考虑 其实我们在当初 就是你AI行动抗案的时候 人才就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那这个是我们给国外朋友看到的 所以是非常high level AI研台湾研究理念 TW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就分成 不管是国教 高教 或者是刚毕业之后的这个社会教育等等 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比较熟悉的 就是所谓Ali Talent Program 那这个概念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所谓的理战待训 就是它不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抽象的AI的习题 而是说我们去请特别是中小企业 那现在也包含在地的社会企业商权等等 那透过各种主要是工业局 但也有一些中期处的一些program 那他们就去出题 那业界出题之后呢 我们想要学AI的朋友 不管他是就是再次进入职场 或者是他是自己在大学里面感兴趣的学生 当然就是直接解这些题目就对了 那这样子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说 就算你只解到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你也是实际做的社会贡献 这个学习意愿 比你解一个抽象的某个虚拟的题目要高很多 那第二个 这个对就业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你如果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 就算只解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那个领域里面大部分的常常都会愿意投资你 然后愿意去让你把你的这个题目做得更好 可以解决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等等 所以我想你站在一起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要让实际我们刚讲的这些专门企业主 觉得昨天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云端服务不是把他这个看得见摸着找到东西 跑到他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去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心态转变 这不是你只是劝人就可以了 这些人如果到了公司 那这个公司还是觉得什么都要再看得见摸着找到地方 那些他们能够发挥也是非常有限 那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方面就是中期处有提大师 那二方面有原因是几方 那大概就是透过这两个互相搭配 那去做 就是我会莫名其妙就被 对这边就有提大师 对 那基本上 那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好像说这个你整天就只能讲筷子 这样子的意思 而是说透过设计思考透过运算思考 让中央企业主在第一次碰到所谓数学转型的时候 是一些就是比较熟练的我们叫digital native 就是说从数学世界走出来的一些大师 再跟他们协力或者做 而不是说好像这个一定要把他们吃掉所有软件吃掉全世界 那样子的一种态度 所以他比较是关于一种态度的培养 那很多第二次他实际进入场域的时候 马上就会碰到中央企业主说 那我现在要投资 AI投资铸服 我是不是要有开的投资 但是我的这两年毕竟我根本知道 他就没有多少钱可以投资 那所以这个你建议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以后 我钱多一点再来用啊等等 那但今年的话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边就变成五倍券了 就本来一米一米嘛 但是现在所有在这边采购的就是圆端服务 那都变成是一米四 就是国家出百分之八十 你这样出百分之二十 等于变成五倍 那所以就是至少千三万元了 不管是用来做圆端的任何的题目 这边其实绝大部分商场企业会用到的基本上都会用到 那你就是随选随用 那你用掉三百点觉得是个不好用 你马上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那但是反正就有三万点在那边让你用 那你只需要出非常非常少的钱 应该是六千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就可以去至少让你的第一步变成 由国家来洗手 绝大部分你尝试错误的部分 但到最后当然你如果找到正确的解析了 这个会帮你代表的call center就是省钱 那或者call center就是开批更多的客户 应该就可以卡归这些方案的钱 但是一开始可能会要交三万块的学费 那在那这里面两万四千块我们付 大概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 对 刚刚正会讲那个模式就是 两位那个语谈人 你也非常盛行那个云端的潮商 被邀请 那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一些是 社创理系的业生啊 也有一些可能是新创的共识 那这个工具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你的共识 在座数位转型的部分 其实不足 那刚刚正会讲 从1比1到1比4 那所以你的投入的成分 你就会来得再更低 就是你可以朝向这个数位转型 被一些公主下去做一些操作 是 是这样 那它每个T4 当然有一些不同的重点 那有一个很主要的就是 如果是社会创新组织 那有某个在地的社会企业 当领头羊的话 那是可以用一整个团体的名义来加入 所以它是一次改变就是一整个聚落 而不是说好像单点单点来做 所以就算你是非营利组织 就是协会形态 进行会形态等等 其实也有了 拜托平达 什么也有真的做到一些改变 那我想说过你这种就是 因为现在有一些学生 那T4的部分 去年好像有一届毕业生 那今年的部分 还会有这个一届毕业生的参与 是 应该是会啊 就是 而且我们今年还加了T师傅 所以在这儿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那也可以那就是担任夜市的这个角色 那这个我想是Ungoing的计划了 就是它每个提示 虽然会focus在不同的题目里面 但是一直都是会在就是刚公届毕业的学生 那但是目前因为这个就是很方 所以现在好像这个就是毕业之后 那个年纪不断的被加长 本来是刚毕业一两年 现在好像七八九十四年了 都可以算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应届两个字的定义 越来越宽广 那我们就继续吧 那请问从获取大量数据到分析到决策 那怎么样设定有效的分析的标准 来支持后续的决策的成型 这个当然是非常抽象的一个题目 所以我只能很抽象的回答 就是对我来讲 我的爱子开两个KPI 一个就是说在组织里面 大家凝聚到共同的 一句话就讲得出来的 共同价值有多快 那主意来讲 像去年我刚刚讲头上神韵值 就是75%以上的人要买到头上 大家请头照一下 一个礼拜之内完成 那这个就是当时的共同价值 那或者今年刚刚讲到的 24小时的疫调 必须要在三天之内 搜到24分钟之类 那这个是今年审讯时代 是我们的KPI 那或者是说在疫苗的部分 那当然指挥中心说 一定要立刻这个75%的人 打得到第一剂的疫苗 那最好也是75%的人 那可能70%的人 愿意来打第二剂的疫苗 那这是当时指挥中心的KPI 那当然在像疫苗这个题目上面 还有就是它的到货不稳定 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 以及放在谁的冰箱 谁倒霉 就是立刻要把它出清 不可以群聚等等这个情况 然后这些就是外在政治因素 那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共同的价值 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每个县市 我跟每个县市的首长 或者是他联合主委 责讯中心的主任 去讨论说 大家愿意那么快的去改 他们的HEAS系统 就是医院的系统 或他们的在地的系统 来配合我们 刚刚讲到这三个主要的大系统 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共同价值 是非常短时间三四天之内就凝聚了 那也没有人觉得说 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 所以就在中间有很多磨合的身份 那大家是愿意一起来做的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本来想错了 像刚刚的那个口罩的地图 没有正确的去算大家 体会成的时间成的事情 那纠错的这个动作 发现BIOS 而且更好创新出现这个动作 多快的可以变成就是下一个Iteration 就是下一次迭代的版本 迭代的速度可以多快 那在刚刚讲的这三个例子里面 都是以周来迭代 所以之前过到十年的时候 我就常常说 那加周四加周四 因为我们每周四上一个版本 所以只要你在周三已经听出来建议 我们周四都可以想尽办法把它加进去 那只要有这样子的迭代 那就算一开始的标准可以定错了 或者是说他定的这个方式 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满足 至少最短最短 比天最长最长一个礼拜 那你就都可以往这边所以轴转 但是如果没有共同这样子 没有组轴 就是没有办法轴转 不好意思 因为他很玄学 因为这个问题的措施 就是蛮玄学的 真的没有比较这个结底气的理解 可以啊 我举个Google的例子 刚刚再回讲的是正向的事 很像的实感 就是去到去年前年Google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训练 去影像辨识黑人 那不小心照到一个星星 他又把它当成黑人 这件事引发了很大的反弹的力量 这就是说 你不能只看正向的判断 你也要看反向的错误处理 这个在我们程式设计里面 也经常被忽略 即便是我们程式设计师 也经常被忽略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 也必须要好留在里面 比如说你对于错误的处理 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精准度 而不是只有正确的讯息的处理 对 Google那次之所以会延上 是因为 他把黑人标成黑猩猩 黑猩猩 黑猩猩标成黑人 我想就是还好 黑人标成黑猩猩就很不妙 所以当时他们就是 沿上也促成了就是一整个 就是关于资料偏见 怎么样子去纠缩 那我们怎么样训练AI的时候 却不太隐时均衡 就是因为当时MH9 就是黑猩猩比较多 那人比较少 这个你真的不能怪AI 他真的不能怪AI 你要怪的是训练 他已经没有恰当标识 而且把他做 他本来无例外利用的那些人 那这确实就是我们同意的就是 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是出现延上 然后延上这些人 立刻就可以像我们刚刚口罩 徒步不均的情况 立刻就可以提出修改 而且立刻生效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 对顾外来讲 就不是枉外灾难 但是当时之所以是灾难 你觉得他们没有这个pipeline 所以他们就是拖了好一阵子 在消耗这件事情 所以你怎么很快的去纠错 很快的去把所谓data stewardship 就是说好像是放牧 这样子一个AI的资料 但是发现一旦有偏见 有病重害有什么 你立刻去解决 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好那来请 这个其实有点像 我们去帮企业做数位转型 然后叫BTA那种 那其实我作为顾问 我常常在问说 你老板最care 你在你老板最care的那件事情 你一定要winwin 那他才有信心去做 接下来的 支持你去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三个月 六个月一定要在他最在意的事情 让他看到什么效 这个是我觉得 我的一个paypal 如果这样去建议去做 做转型的时候 你一定要订老板很喜欢的 很厉害 然后你要达成 还有下一条 师傅我们可以等三个月 我都很羡慕 我们防疫等三天就 好 OK 那我们就再往下 还有三个人问说 数换转型 是不是也包含互联网 跟AI化 这两个在台湾构称AIOP 这是我们本地发明 前面比方想想这样讲 但想了解政府 要怎么样推动 企业的数位转型 不过我想就是 这边先讲一下 这不管是AI 互联网 或什么之类 它是数位转型的一些工具 那是数位转型的一些素材 但是它并不是数位转型本身 那如果就是说 你全部都用了这些工具 那所有的纸张都 到无纸的话 所有东西都是在 但是你本来的 签文的流程 你工作的方式 什么完全没有变 就是只是用数位复制的一遍 本来你在纸本跟电话的时候 做的工作流程 那数位转型说 真的忘不道理 这个事实上 你去量效率 可能更没效率 因为大家打字很慢 对不对 在这个情况下 数位转型 它主要是关于工作流程的健康 跟工作流程的改变 跟创新 那它把值得数量 包括什么东西 是累积 你可以创新的一些 判断用的数据跟素材 那你当然 如果你有很好的 就是很好的直觉的话 其实这些步骤 可以加在一起做 就是你可以一面去做 服务流程的再设计里面 因为这个新的服务流程 再去按照需求的去安排 物源网络AI 这些技术的导入 那就是所谓的 demand based的这个做法 那但是supply based的做法 也不是不行 就是你累积一点数据 之后再去看等等 但是我会建议说 不是政府来推动 企业数位转型 而是企业在数位转型的时候 第一个政府不要挡路 不要因为法规 或者是什么这个 一些就是权势的认定 他要线上画之后 这个我们就说 你要重新拿一张纸照 什么之类的 就不要挡路了 简单讲之类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很因为长期错误 我们长期错误的时候 透过像今天这样的分享 或者是说 像刚刚讲到原始绩 的人去吸收 那个长期错误的成本 那这都是我们在旁边 或是我们本来在前面挡着 然后让开 但是不是我们在后面推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后面推 因为我们如果在后面推 那企业自己的主族 就会被带歪掉 就变成我们不处到哪里 就去哪里 那这个并不是我们乐解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在做企业的数位转型 其实这个案子会不会成功 我们到后来提的地方 因为老板也会支持我们 其实这个就是最关键的 所以物理网和AIoT 甚至其他的不管什么 区块区块区 任何技术 情绪要怎么讲 它只是一个工具 那最重要的是 老板的脑子要装备要装备 甚至他转了以后 你用什么工具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曾经扶导 那个家餐店 他老板说 我以前打电话给你餐 然后他后来说 我想要用LINE点餐 他说那你就做到这 他说对我就要做到这 但是你没有 后续用LINE去过课 去过回头课 那你其实做的这个都是比较美好 所以 确实 好 看起来 我要请这个推大使 他在困正决点 等一下 等一下回应 那个能不能呼应一下这个 你现在在执行 就是 就是我们讲那个传统产业那一段的 那你 数位转型 我会不要直接给他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帮一些传统产业做 我跟数位转型很困难 但是因为传统产业他们在年龄成的人 落差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讲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探讨到 数位化到数位优化这个阶段 那我们在做数位化的时候呢 他们在接受东西是还 普遍是比较便利的 那更不用说我们在做数位优化的时候 我们在帮他们做搜集数据 以及让他们做别色判断的时候 需要怎么去辅导他们的 所以我们还 这点的话我还在努力的去跟那些 成本产业的业者他们共同说 如何是当我们之前也当工具的高路 能够实际上能够落地 不是说我们其实有 只是有一个 通过一个概念 只做数位转型 那好像听起来很成功的样子 但是其实 在前期的时候 又没有做完的时候 真的能够再有一个商务的带道的话 其实还还难得 对对对对 这是我第一次 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在 就像刚刚讲的这个 你们觉得很其实就是去跟 决策者讨论说 他有什么内心最忧郁的事情 这样子 那举例来说很多人会说 他老经验的这些师傅 那他带的这些 这个土地的人数越来越少 那某些很重要的 关于拼职贯职的 或关于什么 他觉得即将要实传 那这个是很多 很多人就是 你如果去我点到城市 会让他做到恶梦的场景 这是其中一个场景 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场景 但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说沙默再造 其实听起来是 非常好像大调重裂 但是有的时候只是说 他的某个痛点 就是他某个 都弄了某一个小片段 你可以告诉他说 没有 现在我们导入某一个工具 那这些老师傅的某些经验 他在某个限度之下 可以被保存下来 那这样新的学徒来 他还是要学 但他可以跟老师傅的 这个专家系统分身 先学到一个程度 然后他真的做的 需要提点 老师傅再来提点他 等于这个老师傅 同时能够带来 领钱的数量增加的 这种感觉 等于说他也帮忙带来 一个打下手的分身 那这个其实 你说你导入的系统 是不是一样 还是一样那些 AI灵管系统 什么的 其实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你用这个切入 也切入 你就比较容易得到 这个决策者的支持 因为这个跟 就是让他晚上睡好一点 是比较有关系 但是如果跟他晚上睡好一点 没有关系的话 确实是不容易 因为他自己在 当学徒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工具的 他很难知道说 这个东西 到底对学徒好 还是对学徒不好 那这个判断是会犹豫 但是如果是 从老师傅的角度来讲 那大部分他 如果他是第一代 或者是 足够早加入了第二代的话 那他其实是 对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需要哪些方法 其实他很好的 也是有概念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多去问这些痛点跟场景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会下一题呢 哦 他们叫很近期NMP崛起 包含艺人啊 艺术创意或者啊 等等投入NMP 那对NMP的发展 有什么看法哦 呃 我自己学英文很晚 甚至十四 这一个九五年才开始学 但是我当时 非学英文不可 因为我当时 临上一个叫做 《魔法风雨会》 的其他游戏 《魔法风雨会》 一直达到台湾牌第一的程度 去任何比赛 世界大赛等等的程度 那 但是当时 这个卡片很少在听中文 所以而且社群 大概都在线上 所以都用英文 所以我不但要背那些卡片 很困难的英文 而且我还要 就是在线上 随时跟人先聊 才能够一起 套牌什么的 那当时我就发现说 像我这样子 纯粹要打牌的 其实在这个 圈子里面是多数 很多人他同时是要 增值 就他买这些卡片 因为印这个 类似球员卡的这家公司 答应说 他用这个英文字 来当做卡片的名字 以后不会再印了 所以就只有这几张而已 那以后就算功能完全一样 他一定会改变英文字 所以这个让我觉得 英文词汇量突然变很大 突然改变很多种讲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创造了一个 人工稀缺性的一个市场 那当时他就是非常依赖 你这种先进的印刷技术 那包含什么想卡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球员卡上面用的技术 再加上一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一个炮带游戏 炮带类似游戏王啊什么 都是类似的 那这两个加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趋用的经济圈 就是说一方面 就是有这些卡片的人 至少我要比赛 我得去跟他的租户 再买一些卡片来 比赛王再帮给他 所以他可以持续有获益 那二方面他自己长期持有 也有获益 然后你再会联花什么 他多拿一年 他就再增加一点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 用人工的新学性 造出来的一个市场 那IFT完全一样 基本上他99元卡 并没有什么差别 那他现在只是说 不是用印刷技术 来确保他的 唯一不可承认性 等等 他现在是用加密技术 来确保他的 唯一不可承认性 但是你在分析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要问的跟我们当年也要问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投资这个球连卡 还说是你要买银行网 还是要买罗法公司 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你在持有他的过程里面 他会一直不断的创造什么别的价值 不管是大家一起可以打开的 好玩的娱乐的价值 或者他的文化的价值 或者他什么价值 因为这个概念非常简单 如果他没有办法持续创造 旁边的价值的话 那么所有先来的人 所谓的这个就是 什么叫什么 Original Monsters 就是一开始的那帮人 那他其实就垄断 全部的这些资源 越来后面的人 基本上就是越靠近 就是韭菜的这个程度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那后面的人 因为区块人是很容易 就是扑人 很容易奋奋割 那他自己注定起营造的话 他不一定要回来跟你玩 就是本来这一套 那你要让后面的人 愿意前后后期的进来 表示说这些对他们在哪一代 都有哪一代的价值 那这个可能是混搭 可能是混创 可能是把这个当作素 开始做出更多的新的 更有价值的东西等等 都有可能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是要分析 人体市场的话 就真的就像我当年 大门话公园会一样 就是他本身随时都要为你 带来某些非无极的好处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也觉得这个精神上面 是有好处 那你也蛮确定下一代的人 你是觉得说 这个是有益处的话 但这个就比较容易保持 或者是增值 那如果他只是 当下的一个噱头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也看到 很多球员卡 就一年然后到最后 你也买不出去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大概是自己 是这样子看的 我不是要 分享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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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在人类社会上面 刚刚正文讲的 价值上面 不可或缺的运缓 那现在实现 就被当成是 还可以炒作的 经济的工具 我不太知道 怎么评价 但是这个东西 确实它是必须存在的 因为我们都必须 要有套可以 被相信的一个制度 或者是说 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 政照 那所以我只是 从这个角度 发表一下办法 这样子 嗯 确实是这样 对 不过我想 大部分人的政照 就拿着 他不会转开 对 对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他政照的部分 分三是这样的 这个我想是 有给我方向寻求 所以这部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像是说 他一定都跟 就是炒作混在一起 就是让人比较 觉得说 可能这个 有一点不是很确定 要怎么样子 去多选择而已 对 但是如果他一开始 没有跟你说要增值的话 那说不定他这样子 这样才是更正值的 那未来如果碰巧 会增值的话 那就是不计划而已 确实是这样 好 那所以 OK的方法就往下 有三个人们问说 以前这样的 艺术文学 影视娱乐 是不是有被AI 取代的一天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你是创作者 那这样子是你去 运用AI 刚刚讲的SYST 他来辅助你 所以这部分是 没有什么取代可言 就是他帮你 把你本来在作业的时候 比较涌坠的这些部分 或者是你很容易 像writer's block 就是一下没有灵感的 AI可以生一些 更出来 让你比较灵感等等 但是都都OK 但最后那个创作的 还是你 因为创作主要是 想把自己的经验 跟别人分享 而AI没有自己的经验 很可怜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是不需要那么担心 那但反过来讲 就是说 那它可以合成一些 就是大家觉得以前 没有过的这种娱乐的 这种方式 好比像说 像以前 就是你要下西洋棋 或者打开 你一定得找个人 那但是AI比较高明折爆 现在可能要一团人爆 才能够偶尔赢一局AI 那现在其实有些棋类 也不可能赢了 对 那这个是什么 但是你说 终于有人下围棋了吗 终于有人下围棋 就好像说 不是因为说 这个我要爬到山顶 我觉得我要花很多时间 锻炼身体 那现在我可以叫个无人指导 他立刻空降山顶的姿态回来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 说真的 我们爬山是为了享受 那个一起爬山的过程 不是叫山顶的姿态 那所以我想AI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是让我们享受这个过程 增加它的意义 但是就算就是像刚刚讲到的 信仰奇危机 所谓被破解了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作为人跟人之间交流 收看等等 它事实上它的词汇更开阔 因为它不会混在一起 有的一些定时或者定时 难道有更多可以讨论 可以想象的东西 大家在那身边 就这件事情 并没有因为夏威奇或西洋奇 被破解 被AI破解 然后就被取代 其中没有被取代 所以我们看西洋奇跟危机的状况 大概就可以去看到 会来其他的说 互动性的余额的状况 强调我刚才那个观点 你不会因为周杰仁唱歌 你好听你就不唱歌 那有可能如果AI可以协助你 让你变得比较像周杰仁 也许你可以发掘一些周杰仁 差不一定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会太担心 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AI的能力 去扩展我们的视野跟想象的空间 我觉得那样是不是会更好的一个方法 没错 有AI每个人都是偷情的 我最近有个写文章在Paybook跟大家讲 因为我有个线上证明我找到产生器 那我发现有那种文章产生器 那不是产生器 它其实不是乱解 它是去爬船抓一些东西回来 但是其实我说 看文章的产生器 产生的文章 会给我的灵感 因为我有时候想不出来的时候 我说我 因为它也是从文章出来 我们其实也是去乱抓资料的 所以它给我的灵感 因为我可以写出更好的文章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 就用一些天赋宝的那个Paybook跟大家讲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样去做一些创作的东西 因为你不要赵超他就好了 其实赵超他也没有他的那个 他其实也不会写给你好或是 因为赵超他他钱会不会也管 他没有你的客人经验 但是他有很多观点 没错 所以就是说就是凡是有 那个游标一卡住的时候 赶快读一句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继续写下去 确实这个是真的很有防止 那我们接下来的四位朋友们问说 我们赵超越是百年大业 而且国家发展主要登记 AI是这些年发展的新一题 那看到政府在国高中 108课表特别是科技领域有所调整 但目前国高中老师 在自己学习的时候 没有适合AI的教育 那对于未来AI的就是 所谓的融入教育 现在要融入 台湾的人在教育上面会产生冲刺 那这件事情怎么看 那我不是蛮乐观的 我觉得我们在所谓的AI融入教育上面 就是电话课表是已经 教材教法都已经很成熟了 在国外都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才开始采用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是今年快到暑假的时候 那各个国中小老师才 惨遭出位转型 就是被迫出位转型 那但是这个是 这是疫情的第二年 所以就是去年真的很惨的时候 各国真的很惨的时候 当时那些工具 没有哪一个真的是 为了教学设计的 然后也没有真的调整到 教师不好用的程度 所以他们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新加坡 这个用Zoom这个教学 然后突然被乱流一堆图片 什么进来 这个单单可靠 那但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基本上因为学费就是去年 全世界也帮我们付完 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非常圈满 所以在其实共学 这个教师的 北京社群的协助之下 几乎大家都是两三个礼拜 就完成了数学转型 就挑战到一个线上 可以及时学习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这是这件事情不痛苦 我想参照数学转型一定是非常痛苦 但是意思是说 当这个工具跟方法 其实是处于一个成熟的情况的时候 每次尝试错误 你不需要付出很高的社会成分 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情绪的什么的 就可以去再换一个系统 再换一个系统 为什么因为事情上面 任何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 你都可以看到七八个 各种不同的结果 就是它的底层 那个科技 以及是Commodity 所以每个人都是设计一个 不太一样的使用者体验 但是它方面之外 都是类似的东西 那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想老师并不是说 他从头去学AI的原理原则 不是从头去写整套的AI系统 而只是像我们叫通人课一样 就是这个我会使用 我要接到火焰使用很安全 那么我会知道说 它基本的原理是什么 那大家的重点是放在作材上面 而不是在这个生活上面 就是生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 这件这个阶段 大概是六年前做的阶段 在第一部的平台下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说 你怎么样做出料理的这个阶段 那我这个对于郭高中老师 我是蛮乐观的 不知道他可能会怎么看 这个其实我实际经营 因为在三年前 其实有很多的国高中 我找我去 因为那时候他要108课 然后来说 他们很恐慌 他们实际很重 他们不知道科学课要上成 所以我那时候 我去帮老师上课说 AIoT要上什么东西 但是后来其实他们好像 我个人是觉得他其实 他也没办法教得很好 所以现在发展到 一种最后维课程 就是教长会想办法 或者他们自己的询问想办法 比如说礼拜三下 或礼拜六早上或什么的 他们会开设维课程 找业界的讲师 去补充他们 老师自己教的部份 那现在我看到了很多学校 是这样的 这种办法去做 对 所以说以前就是你要 然后光是生活 就要花个就是四堂课 对 就光是架那个环境 就要非常久的时间 但现在基本上都没有 这些entry barrier 大概任何环境 五分钟十分钟 大概就是设定完毕 就算比较复杂的 主力对什么 现在其实也都是 一开六轮器就用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老师自己真的 一窍不通 老师自己透过线上 这些配AE的学长 到大概能够带着学生 走一定的步骤 然后接下来 Time off给电视的这个步骤 然后是自己需要 投入的时间 大概就跟现在 就是暑假前的 产道数位转型 那两三个礼拜差不多 那在这个以前 是可能四五年前 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当时 環境还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美观 我想大家可以 其实所谓的知识的接替 就是比较懂一点点的人 总是可以找到 比较更懂一点 更比较不懂一点点的人 那他可以很容易 做这种知识的教授 那四五年前 可能比较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阶级可言 在中间比较找不到人 但是现在应该是比较OK的 好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他这样 怎么样如何做到 快速又具确定性的 决策能力 反正话就是要睡满八个小时 对 我们知道说 这个最困难的部分 都是training的部分 就是形成那个模型的部分 那你一旦形成那个模型之后 inference 就是看到然后做判断 是非常不好电的 这是AI的特色 对我来讲 最好电的 就是最好力气的 永远都是在 就是收集完各方的见解之后 然后都放在脑里 也不像判断 然后我就去睡了 那在睡睡觉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什么 transformer 什么内容 like conversation 什么这样发生 但是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就在睡着 但是只要有睡一动 所以有睡一动就是 没有被闹钟闹醒 就是睡到自然清 那我通常醒来 都会有一个 就是比较 霍人海洋的感觉 就是 昨天还觉得是 好像是两难的 很难两圈的东西 那醒来大概都会有 一些新的 perspective 就是新的看法 那觉得说 没有这个共同相似 我们还是都可以照顾到 那如果前一天 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像当时那个疫苗系统 有二十二个县市 大概有四五台不同的讲法 那这样的话我就得加班 就是睡到九个小时了 或者睡到十个小时了 不会如果醒来 就会找到一些解决方法 所以你问我怎么找出来 我也不知道 就是确保说 他就是便利充足 然后有足够的时间去跑 不会跑到一半 那就过早的 这个我们就要 什么这个 Opa Climatural Optimization 就是还没有圈完 就硬要time inference 所以这个睡觉是很疯狂 这样子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说 太棒了 这个我一定要补充一下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郑文这样 所以我的功力是已经 武学派里面就是化无疑 化有情为无疑 你才能做到这样子 一般人你还是要努力 努力完在家里睡觉 谢谢 谢谢 OK 好 OK 那社创统于晏 想要问什么 请问他们证文 科技辅助是所谓留下的费 都是很重新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除了科技之外 不知道是谁 持到一个或缺的核心元素 不过我想就算是科技 也不一定是大家想的那种科技 在台湾我觉得 我们想到科技 科学技术 大概想到的都是自然科学 然后想到的都是一些 产业的技术 工业的技术 就是比较是natural science 然后所谓的硬的那一部分的技术 但是人文科学也是科学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那社会技术也是技术 那举例来讲 怎么样组织起一个合作者 这就是一种社会技术 怎么样子去做动态引导的讨论 开放空间技术 这个也是技术 那怎么做非暴力和通 这个也是技术啊 怎么样好好的用slip 这个也是技术 那这个都不是自然科学 跟产业技术 就它都不是作用在机器上的 它是作用在人跟人之间 那所以所谓的软实力 那但是这一部分的技术 我觉得反而是社会创新 最重要的创新的部分 因为我们社会创新 就是众人之使 对大家都要好处的事情 众人助持 你要促使大家都愿意来投入 但是怎么促使一个人投入 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什么 就是一定是它的誘引 是可以用前述的出来 用时间描述的出来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感觉 就是它觉得你的价值 跟你的价值是对齐的 那它就很容易花时间 来跟你一起想事情 那怎么样让大家的价值 能够快速的凝聚 快速的对齐 这个就是空间营造的技术 好不像你若翰会炒米粉 这个就是它有帮助的一部分的技术 那这个也是也是一种科技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凡事可以从未知转生引擎 可以研究的都是科学嘛 凡事变成引擎之后 可以扩散或是技术 所以这些都可以翻成科技 那我想我们对于科技的想象 可以更宽广一点 就是不一定只有硬的那一部分 也有社会人文的这一部分 我想两位有没有合照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其实我刚才讲的时候 讲课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提到说 很多政府的案子补助以后 然后时间一过POC 一过时间一起 然后这个案子就挺不住了 尤其因为我跟自社会 在中央系列助行补助过不早的厂商 那其实我很重视一点就是 商业博士 就是除了你的技术以外 你在第一天开始你就要想到说 如果政府没补助的时候 你的营收是哪里来 那个商业博士 谁会 谁会付你钱 我觉得这个是 我会一直不付业子 你一定要想出来 大概是这样 有上磨 对对对 讲的上磨 而且不是事后再来 事后再来轴转 可能已经用那个轴了 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 好 那有五位朋友想要问说 好奇啊 疫苗预约平台开放 预约瞬间三次 最近应该 因为我们的那个流量设计 是大概每分钟过三十万人 所以平均每个人用三分钟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三十万人用三分钟 每次大概一百万人的话 那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都消化完 这是我们当时的set 那再超过那个 当然你砸钱总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算法 是每期大概就刚好一百万人 而十分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这个速度 那所以后来就是排队都是用这个参数 但是确实就是大家有注意到 有几期 不是这样子 有几期你可能本来看起来要等两分钟 或三分钟很快变五分钟很快变十分钟 然后这个你真的到最后 我们最糟糕的那几期大概都是15 最多20分钟你才能够排得上 反正这个我们后台大概都有很明确的数据 那为什么呢?其实一句话就是三分钟你找不到你要去哪里 前面的人三分钟都没有办法决定 他要去哪些地方 那当然后面的人就只能继续等 那但是为什么竟然三分钟找不到去哪里呢? 那当然就是因为你所在的那一区 或者那个县市已经没有点可以用了 就是至少在偏好的时间已经没有点可以用了 那就需要跨区 那一旦跨区他就会有个舞台笑而已 就是让大家跨区都去某个旁边的区 那叫做方便什么?那个区就这个地方可以用 所以又要被就带派机到旁边 再带派机到旁边 那到最后就大家都花超过三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原因当然有很多 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原因 那但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系统 它是在就是国外的疫苗 刚上飞机还没有下飞机的时候 我们通知各个地方政府去安排这个量 它降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寄简讯 然后准备开始预约 因为封建减要7天 那大家预约是7天之后的时间 所以疫苗就是封间解冻完之后 那就配送 它目的就是中间不浪费任何一天 就是让每支疫苗一起飞 到它打到某个人身上的那个时间 去见量做一段 这是我们当时的KPI 我们要尽早拿到其上的注射率 但是确实这个给县市政府的可作业时间 是比较短的 最多只有7天 有时候压缩也只有4、5天 所以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很平均的 按照每个地方的意愿去开到 那么多的实打战 或者有那么多的量能 那这个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至少这不是任何文人的问题 这就有点像是说 我们当时的就是求检范围 就只有这么多而已 那当然随着就是疫苗比较充分 那现在也开放混打等等 我们现在这方面压力真的是比较低了 那在压力比较高的那个时候 并不是投入更多预算 就可以解决大家花更多的时间 去找这个疫苗的注射点 也许它可以让排队的体验 稍微缩短了那么几分钟 但到最后你还是要款取 因为总是别人给你找疫苗进去了 那所以这个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暴动那一方面 是真正的瓶颈 那当然也是因为 就是我们后来的评估是说 大概到疫苗比较充分的时候 也不一定第一期需要用这个平台 事实上第一期 现在已经不是用这个平台了 第一期如果还没有打的人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有些是随到随达 有些是地方政府安排等等 那现在这个平台 几乎就是完全做第二季的通知 已经明年年初 开始做第三季的通知 那那个时候的需求量 是更容易掌握 也比较没有notion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想是会自然解决的 但是前面就是 对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极限 那这个极限 后来我们并没有扎进去 让大家稍等几分钟 就是因为它 后面那个真正的瓶颈 还是要现实政府一起来协调 把两人做出来 才能够解决 我们希望能够分达这一个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时间大了 所以 因为时间的艺术所以看重 还有蛮多的 对 看重 好 好 那有一些 有一些 我可能要回去问一下 因为这个是 关于低收 那我自己只有接触 就是纾困的时候 关于就是那个扩大 辅助的那个纾困 就是微服务的部分 那我 我的帮助主要两个 一个是挺进口 一排队系统 但另外一个是说 让职本的不需要去那边填单子 而是丢进一个回游信封里面 然后直接就专业的一组人 帮忙数位化 数位化之后 等于就没有去年那个纾困之苦 就是 当地的卫生局 跟重要的卫服务同体 谁要打字的这个问题 但这个是 透过一个简单的有真心相 就解决了 但是因为关于就是低收 什么结合 暴宣或者三人评证 这一块卫服务病人来找我 所以我并不知道实际的状况 但是卫服务在我们的办公室 是有害人的 所以我会回去 问问看卫服务在我们的平衡 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 可以帮忙的事情 那其他的部分 其实我5G现在 对于需要用的人而言 他已经大概足够普及了 现在只是说 大家不一定有同样的诱因 就是非得换5G不可 那通常大概 像我自己为什么换5G 是因为我需要那个低延尺 我如果是在外面 然后试圈卫影的时候 4G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点头 是在点我这句话 还是上一句话 现在用了低延尺 我就知道他点头 是在点我这一句 但是对于就是 线上欢迎是很有帮助 那如果你不需要点词 就是你全部都是下载 整段整段影片来看 上传也是上传 整段整段影片出去 其实说真的 用不到5G 我想这个是需要用的人 在用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完全是 七项有区块的目标 每一个都完全不一样 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但是我可以说 台湾真的是最全面的之一 就是十七项的任何一项 你都可以找得到社会创新者 在做这件事情 每个阶段的发语词 当然都不一样 最近的发语词好像叫元宇宙 但是我们并没有成为 就是不是一个发语词驱动的政府发展 大家如果对就是我们的就是 科技的想象有兴趣的话 但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谓这个智慧国家2030.tw 那在泰式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 所谓创新包容永续 那这三个概念是没有改变的 不管从今要换多少发语词 但是如果你对发语词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蛮多东西可以参考 所以欢迎参考2030.tw 那这个确实啊 就是怎么样防止 少数人操作影响到多数人 希望就是刚刚讲的两个 一个是avignment 就是说多数人要先建立 怎么样是可以的 怎么样是不可以的 这种社会常规 那谁如果破坏这个社会常规 我们就抵制他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样 你宣称自己符合社会常规 关于谁的参与 需要谁一起来检视 那如果检视起来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必须要一个直接弥补等等 这个方式 那这个其实很多是现有的 不管是公平交易 或者消费性保护 就可以处理的部分 那未来有某些 就是目前的这个法令 还没有想到的部分 我想不是立法要拧头感到 还是要像跟车的一样 就是社会发展要怎么样 立法大概有点像 就告诉红楼后面三辆称的那个距离 就是他如果前面翻车 我们还画一个标识标线 大家以后不要开这个立法 如果没有参车的话 我们就就地画标识标线 确保说他未来在这上面速限能是好的 所以我不觉得说立法一定要超全你食物 大概就是刚刚好在食物 后面一年或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态度 那最后这件事情是 其实很大的一个 セミナー的一个题目 不过我想这边强调就是 只要它是价值有对积 每个处交代 那在经济学上 这个就叫做Commerce 或者是Public Good 就是公共产 那公共产的特色是什么 是越多人去享用 其实它就越好 好像说越多人讲同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就越形容 越多人用某种开放式创新 这个开放式创新就越多人用 所以对每个人的价值也都更高 所以这跟传统上的那种石油 其实会被垄断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只有在人工制造的稀缺性上面 数据才会像石油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它都比较像是类似空气阳光水这样子的存在 就是我们通知让水变干净 让空气变干净 不是只有对我们好 对所有其他人都好 那所以大概就是刚刚讲到 这两个章节都说不出 大概就没有数据被垄断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来看我们的期限 好 谢谢 谢谢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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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未来 每个人还是会请郑文 来参与我们 台中市社会创新实验计 各位 这样有参与过 斯海德尔的这个文章 就很清楚 找着帮你赶快按照 或是勇敢的先 因为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不会在后面只有两种 对 就是后面只有一点点的这个方式 所以以后要记得 就是赶快 一开始的时候去提问 然后 如果你提问比较后面 就请旁边的话帮你按赞 对不对 台名最前面就会 优先回答 那 我们现在以最终的掌声来 谢谢郑文 的掌声